中東開戰最後倒數24小時 出現的這一段畫面 讓全世界皮都繃緊了 觀眾朋友 伊朗出動了無人機 清楚飛掠了螺絲扶航空母艦的上空 就警告你 這一次是空拍 下一次難保不是自殺無人機 直接轟掉你 而昨天我們才說 喬治亞核潛艦震懾狼群 讓伊朗不敢囂張妄動 結果 燕門的胡塞武裝組織就連續三轟 英國商船 馬老師 中東這一仗非打不可了嗎 全世界的股市金融市場 都在看12個小時之後 世界會發生什麼事情 只剩12個小時啊 因為明天巴薩和談 要端上台面 以色列跟哈馬斯 明天面對面 face to face 去要簽 談判協議 能不能話干渴為玉伯呢 好 目前 以前人家認為 no way 不可能 現在認為 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哈馬斯新的領導人 他居然透過埃及跟卡達 放話給以色列 我雖然是罪魁禍首 但這一次 我是真心願意簽的 那就按了啊 會不會簽 是第一個疑問 對 更大的疑問在後面 明天簽約 伊朗 曾祖党 哈馬斯 胡塞組織 會做什麼事情 你剛剛點名的 整個伊朗聯盟啊 對 好 那 俊相我要問你 你下哪一個柱 伊朗 明天 就會打以色列 破壞 這個 談判 還是 他會靜觀其變 打 打破壞 血在血環啊 現在就兩種講法 是 一個就是明天 伊朗就打了 他破壞核彈 他根本不要讓你核彈 一個就說 伊朗 等你談判過後 如果談成了 我就不打了 沒談成 我再打 哇 這良相 哇 變數可大了 但是我告訴你 對 風雨欲來 這個風滿了 根本不平靜 我跟大家講 看這什麼東西 這是以色列第二大人 特拉維夫 被 這是火箭彈的 這個 看到沒有 俊相 這個火箭彈 叭叭叭 看到沒有 哈馬斯說 我幹的 哈馬斯 打到了以色列本土來了 不是 明天要談判了 你今天打 這是什麼態度呢 那你談判 談真 談假的呢 你談真 假的 所以 第一個 這幾個 這個 爆炸 已經讓談判 蒙上了低沉意義 第二件事情 美國空前施壓伊朗 你不要給我妄動 是 你不要破壞核彈 你知道嗎 羅斯福號航空母艦 經過伊朗 你知道多近四十海里 對 四十海里是個什麼概念 羅斯福上面 它護衛艦的飛彈 或者是它的戰機 根本幾分鐘 根本幾分鐘就把伊朗打了 是 對 好 然後 它亮箭 亮什麼箭 F22 對 來了 然後我的 核子 潛水艇 對 來了 對 我後面 還有林肯浩航空艦群 全都來了 你伊朗還不乖乖的嗎 乖個屁 伊朗說 老子不低頭 馬上 秀出來 第一個 我在西部軍區 是 進行軍演 我的遠洋艦隊出航 是 然後我就給你看 我的無人機已經拍到你 羅斯福號航空母艦了 好啦 我們看到的 這是什麼畫面啊 老師 這就是伊朗的無人機 對 拍的美國羅斯福號航空母艦 意思就跟你講 我的無人機已經接近你了 我隨時變成自殺無人機 哇 你看這個畫面 就把你打下來 這是羅斯福號艦隊群 是 艦隊群 那 意思 這個影片一出來 就是說我已經接近你了 但是 它在這個照片裡面 也弄了一段影片 就是它整個飛過航空母艦上面 飛過航空母艦上面 但是美國說 後來的影片是偽造的 是2016年 它飛過 艾森豪號航空母艦的時候 所以不止一次 但是意思 雖然是假造的 不是假造 就是拿以前舊影片 但代表2016年 它的無人機 飛過艾森豪號的航空母艦 結果我在簽之前 更發生一個重大的事件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真還假 就是 五角大廈前顧問 麥格雷格上校 他說 為了把胡塞組織的飛彈打掉 對 因為他對美國的船艦 威脅很大 威脅太大了 派了一個70人的部隊 去摧毀它 7人包括以色列特種兵 很厲害的 對 包括美國的僱傭兵 還有英國的部隊在裡面 摸進了夜門 要搗毀它的飛彈發射基地 但他們忽略一件事情 被 他們躲了 所有伊朗 這個夜門都躲過了 沒有躲過俄羅斯的衛星 哦 被衛星抓到 他們行蹤了 俄羅斯的衛星 看得清清楚楚 後來呢 俄羅斯的衛星把這個東西傳給伊朗 伊朗傳給胡塞組織 那好命啦 胡塞組織在布了一個陷阱 是 這個上校說 對不起 70人有去無回 全部被殲滅掉 全部殲滅 對 美國以色列吞得下這口氣 就不曉得 萬一是真的話 對不起 這事情在簽約之前出來 這口氣咽不下去 我跟大家講 這個如果是真的話 就讓我想起以色列一項重大的作伴 就是安薩利亞伏擊行動 安薩利亞一定要知道 是黎巴倫一個 黎巴倫政治長佔領區 對 而且我告訴你 政治長重要人物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要經過安薩利亞主要馬路 以色列 他在1997年 把他真13 各位一定要知道 真13是以色列最厲害的特種部隊 16個人摸進了安薩利亞 他們要幹嘛 要去斬首 不是 他把馬路上全部鋪了炸藥 你的那個重要車隊一過來 對 我的炸藥 就把你全部炸掉了 結果 訊息走漏 又走漏了 跟這次一樣 這是俄羅斯對不對 對 這個不曉得怎麼走漏 他們以為是類賊 所以他們去的時候 要接近馬路 還沒 在個果園裡面 就被埋伏中了 埋伏中 而且運氣真不好 第一個中彈的人是誰 誰 就是負責攜帶炸藥的那個人 那些人一被打中 而且炸藥被打中 砰一下 整個人粉身碎裹 炸藥只能爆炸 16個人 當場11個人被擊斃 以色列最厲害的 真13最厲害 11個人被擊斃 擊斃之後立即打電話呼叫求救 說我們預服了 發一下 眼鏡車直升機全部來救援 結果眼鏡車直升機來救援呢 政主黨就要撤退 這場是一個 他們的什葉派的 就掩護他們撤退 結果你知道在掩護撤退 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什葉派居然把 來救援軍醫給幹掉 真的假的 所以這一次裡面 總共死了12個人 以色列認為 這任務太機密了 絕對不可能知道 只有類賊才會洩漏 他有抓類賊 不敢出任務 結果最近 政主黨的這個 頭子才洩漏說 你們這次為什麼伏擊會失敗 誰洩漏的機密 沒有人洩漏的機密 你們先派無人機來探勘 探勘這個地方 走了 我們居然攔截到你們 無人機的錄像影片 我看錄像影片 我就知道你要來這裡干事情 我就在這裡伏擊 告訴你我覺得美國人老在裡面想什麼 我雖然避免戰爭 但這場戰爭非打不可 而且還會持久戰 最近最新的消息 美國決定賣200億美金的武器 給以色列 200億買什麼 50架的F-15戰機 最重要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 坦克炮彈 高爆壓炮彈 破擊炮 戰術車輛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 居然美國把50架 F-15最新的EX 進駐以色列 賣給以色列 炸彈卡車進到以色列 我們過去都知道 老師也講過這個故事 以色列是全世界最會飛F-15的國家 它會如何幫以色列如虎添翼呢 簡單講 這個新的F-15EX 本來外號叫米格殺手 專門載米格機的 現在新的外號叫什麼 叫彈王 彈王 彈王就是 它可以攜帶12枚空對空飛彈 24枚精準投擲炸彈 除了彈王之外 它還有一個獨臂刀王 獨臂刀王 它是全世界唯一 各位導播來看這個照片 翅膀斷掉了 還能夠飛回機場 全世界唯一的一架 獨臂刀王的F-15 這個太不科學了 怎麼可能 簡單講 以色列拿F-15跟A-4 在空中磨砺空戰 以色列訓練跟一般不一樣 它磨砺空戰真的打空戰 就兩機居然太激烈了 空中相撞 相撞A-4的飛行員 彈跳升空 對 F-15 幫一下 各位看 機翼被弄掉 消掉了一半 消掉一半 都拍下來了 機翼消掉一半 剛開始儀表全部失常 然後它螺旋向下轉 螺旋下轉 因為它沒有機翼了嘛 這一定完蛋了 叫它跳傘跳傘 它把推力一推大 推力一推大 穩住了 飛機本來轉了以後 就穩住了 穩住它一發覺 方向朵跟升降朵 都是OK的 分降朵 它就開始飛起來 最重要的來了 以色列空間 打給麥克道格拉斯公司 說 單翼可不可以飛 麥克道格拉斯說 不可能 它飛回來了 世界上絕無可能 但是它就告訴它說 我們的飛行員 把F-15飛回來了 大家有沒有好奇 居然倒數24小時 中東要開戰的 美國迅雷不及掩耳 這個軍備大禮包 送進以色列 為什麼 會不會受到你現在 所見的這個現場 俄烏戰場的大大激勵呢 今天人劇帶我們來看到 俄烏這個地方 急速一翻轉 烏軍殺紅眼 已經瀕臨城下 距離莫斯科 只有280公里 同一個時間 烏軍炸掉了 跟普丁同行的 末日專機的跑道 就是要讓普丁插翅南飛嗎 這次看到烏克蘭這個軍隊 真的是閃電進攻到了 俄羅斯自己本身 領土裡面的庫斯科州 那現在烏克蘭方面呢 是宣稱他們已經拿下了 十字掌握了74個聚落 那俄羅斯方面是有講說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有這麼多啦 大概是在30個上下 但問題是你這不說法 不就是證實了 烏克蘭的軍隊真的進入到了 俄羅斯的本土嗎 而且你可以看到 烏克蘭的現在軍隊速度越來越快 導致這個俄羅斯的軍隊看起來 沒有辦法阻擋他這樣的一個攻勢 甚至之前還是傳出講說 俄羅斯已經開始轟炸自己的本土 希望阻止烏克蘭的軍隊往前進攻 所以現在外界也認為說 普丁很有可能會再次下達動員的徵兵力 要求要增加他軍隊的人數 好 我們現在看到整個部隊推移的速度有多快 我剛剛為什麼會形容 烏軍簡直到了殺紅眼的地步 兩天前我們告訴你還有600公里 現在瀕臨城下距離莫斯科只有280公里了 當然到目前為止 因為外界知道就是說俄羅斯在過去一段時間 都把他的重兵的部分 放在烏東四個地方 那你放在烏東四周的時候 就讓這個所謂烏克蘭軍隊 他找到了一個破口 因為這個所謂的康爾斯克的這個地方 他的西邊跟西南邊就是旁邊就是烏克蘭的領土 所以烏克蘭從這個地方進去的時候 現在傳出來講說 他們的最前線的部隊距離莫斯科只有280公里 你知道嗎 而且現在更傳出來講說 靠近莫斯科的一個叫做 齊卡洛夫斯基的這個空軍基地 居然被烏克蘭的軍隊進行襲擊 那現在外界是認為說很有可能 是說他們已經到接近這個機場的位置的時候 派出所謂的無人機 而且相關的訊息說 停放在這個基地裡面 俄羅斯總統普丁的專機 還有這個所謂IL80的任務指揮機 都被擊中了 那現在其實大家在講說 如果今天烏克蘭 真的這個軍隊不斷地往前推進 而且對這個所謂的俄羅斯的這個 這個首都產生衝擊的時候 很有可能普丁會搭乘他的專機離開 所以我如果這時候去攻擊你的 這個所謂的專機 是不是代表是 我告訴你 你的後路已經被我切斷了 我讓你查正南非了 你普丁要走 可能也走不掉 好 這一次我們看到 烏軍為什麼迅雷不及掩耳 原來他有備而來 他跟全世界示範了一個 什麼叫做閃鈴換防術 其實你看到像烏克蘭還有俄羅斯 他們都是屬於大陸地形的這個國家 所以他的平原開闊地形 其實非常非常多 但我們跟大家看一個畫面 這個是烏克蘭的軍隊在進行 所謂的換班補給 當然他不是走在平原開闊地 可是我現在在講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 他們把所有的這個補給的裝備 人員先把東西往車上丟 往車下丟 然後人員一個一個下車 接下來你在上車的這一批人 其實幹嘛你知道 原先駐紮在這個地方的 這個所謂的烏克蘭軍隊 你知道嗎 這整個畫面的過程當中 也不過20秒出頭的這個時間 他居然就用這個方式 完成了他的換班 而且你知道嗎 他的這個整個的換班的過程 事實上不是在平原開闊地 那俄羅斯的軍隊也不是吃素了 所以這中間你知道嗎 他們的車輛還被 這個所謂的其他的這個單位 進行攻擊 可是你看短短的 這樣一個換班的時間 你就知道 烏克蘭的軍隊在這個階段裡面 他已經不再是被人家認為是一些小國 他整個換專的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這次我們說 是在狗鬥去往F16的空憂掩護之下 讓烏克蘭的鋼鐵洪流直接開拔 踐踏了俄羅斯的土地 如果為真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告訴大家了 普丁真的晚上睡不著覺了 居然烏克蘭 他們要徵求更多更多退役的F16飛官 要組建一支烏克蘭版的飛虎隊 接下來戰況會怎麼發展呢 如果講到飛虎隊 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說我們之前 台灣這邊 中華民國這邊 也曾經有過飛虎隊的存在 當然本身在那個當下 飛這個所謂的飛虎隊 很多飛官其實都是來自於國外 那這一次傳出來 烏克蘭說要組建這個飛虎隊 其實來自於是 他們已經獲得了美國的F16戰機 但是你知道戰機的換訓 它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你每一個飛行員都要拿到 合格的操作證之後 你才可以進行換訓的 這樣一個狀態 而且你才能夠成為合格的飛行員 但目前烏克蘭軍隊 雖然已經獲得了這個F16 但是它只有20個合格的飛行員而已 太少了 那你的人數不夠 我飛機再多都沒有用 所以你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是他們這個烏克蘭飛行員 這樣一個訓練的過程 那現在烏克蘭也發現到說 我的這個所謂的飛官不夠的時候 他們準備跟國際徵求 退役的F16飛行員 他們就說如果你今天退役了 然後會開這個所謂F16 我歡迎你到烏克蘭這邊來 那你這個F16加入之後 最少能夠使什麼 你知道俄羅斯的飛行員 知道說你有F16 而且你真的在天上飛了 所以他不敢接近烏克蘭的領土 而且還可以幹嘛 你知道他讓他自己的 換訓的這個飛官 我儘快再完成更多的訓練 讓更多自己本土的飛官 進入到這個所謂的 烏克蘭的軍隊裡面 而且你知道嗎 當俄羅斯的飛行員沒有辦法進入到 這個開著戰機飛到烏克蘭領空的時候 就代表最少你大型的滑翔炸彈 沒有辦法投下 沒有辦法投下的時候 對於地面部隊的壓力 就會減少非常非常多啊 今天跟大家討論F16狗鬥之王 對普丁來講最大的惡夢在於 普丁之前畫過兩條紅線 一條紅線就是 不准有北約的部隊 踏進烏克蘭 那就是跟我圈戰 第二個你的F16不准支援烏克蘭 結果F16已經支援烏克蘭了 所以過去有過交戰紀錄嗎 為什麼這麼讓莫斯科忌憚呢 其實在2023年的時候 當時在敘利亞的上空啊 美軍那時候發現到說 有這個所謂的俄羅斯的蘇35戰機 出現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嗎 美軍當時就立刻從敘利亞的空軍基地 派出的這個所謂的F16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他們不能算是交戰 應該是說呢 他們在空中呢 有非常近距離的這樣的一個接觸 而且你知道嗎 他就傳說來講說當時兩架飛機的距離 一度只有610公尺 那610公尺在地面距離上面看起來 其實是有一段 可是你知道在空中 大家飛行的速度都很快 那個610公尺的部分 那就造成他們 他們非常短距離的交界 你想想看 只要稍微動作有一點點偏差 一個眨眼好秒之間 很有可能兩機不是在空中相遇 很有可能就直接相撞 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講 他當然知道F16的整體的這個性能 而且你看 現在烏克蘭講說 我要組這個飛舞隊 你以為飛官這麼好找嗎 退役的飛官有這麼多嗎 我告訴你 國際上早就已經有私人的承包商 在做這種航空訓練 還真的有 他的人才庫軍火庫在哪裡 其實在美國的這個 所謂的德拉肯國際公司 他目前就是所謂的 全球規模最大的 航空私人承包商 那他的概念是說 其實像我們講 航空私人承包商 都以為是開民航機 或者沒有 他們專主責的 就是各國的所謂的戰機 那你看 他們這個公司擁有 150多架的戰術飛機 而且還有各國不同的這個機型 他們自己目前本身 擁有一大批的 這個所謂的飛行員 這些飛行員 有一些是所謂的 美國的空軍退役下來 還有是從其他國家的 退役下來之後 進入到這個公司裡面 那平常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你知道 我跟你講 他不是只有說 把飛機擺在那邊 然後沒事自己飛上去 開心一下 沒有 他經常跟這個美國 你知道嗎 他跟國防部合作 擔任他美軍的 假想敵的 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你想想看 美軍的飛行員 他最擅長的 一定是飛他自己的 譬如說大黃蜂 譬如說F-16 或者是F-22 F-35 可是當你要跟其他國家的 這個 這個 所屬的戰績來交戰的時候 你總是要有這個 所謂假的 你要有實戰的一個概念 我跟你講 這一家 德拉肯國際公司 就負責這件事 所以他常常要跟F-35 跟F-22過招 那他除了是這樣 你知道嗎 像德拉肯 你說他只有飛行而已 其實也沒有 因為美國國防部 有些東西 跟我們某政黨一樣 都很喜歡外包 你知道嗎 他們外包什麼 他居然還提供美國國防部 說你那個武器掛載 如果今天掛在機上面 要進行高居測試的時候 因為你美軍實質上 不願意去 就可能為了這個 所謂的安全的考量 這個民間公司 居然就幫他做 武器掛載的高居測試 甚至連新的雷達 或什麼的東西 他全部都由這個公司來承包 那你想想看 烏克蘭現在講說 我需要有大量的 這個所謂的退役的飛行員進來 如果這間公司呢 還有他相關的 這些類似的東西 通通都進入到烏克蘭裡面去的時候 對烏克蘭來講 F-16戰機飛行員缺少的問題 就不會是問題了 繼續發展下去會怎麼樣 你的前沿部隊已經距離 莫斯科280公里 如果F-16組艦的飛虎隊也凌空 在俄羅斯本土的上空的話 普丁耶 貓你給他逼到牆角 他會變老虎耶 這個老虎很可怕的是 他如果乖乖的趴在那邊 可能沒事 但現在就怕普丁會咬人 你知道嗎 現在英國的金融時報也已經講說 普丁下令這個所謂的海軍 要以核武來瞄準歐洲 那事實上在之前 這個俄烏開戰之前 有俄國的這個飛官 據說在簡報當中就已經透露講說 是他們整個的那個所謂作戰計畫裡面 是把法國跟英國 都處在他們的飛官的打擊範圍裡面 甚至你如果從現在來看 雖然講在地面戰的部分 可能在傳統的武器上面 俄羅斯看起來出現疲態 但是俄國現在保留他水面艦艇 攜帶核武的這個能力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實上在之前我們提到 告石超音速飛彈的時候 是講說他從飛機上面發射 但你現在畫面上面傳出來 現在據傳他在這個海軍艦艇 上面所發射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 極音速的告石巡弋飛彈 那你看 事實上這個所謂的 告石巡弋飛彈 它的射程大約在1000公里左右 最重要是它的速度 為什麼他講說叫做極音速 你知道 因為它的飛行速度達到極致的時候 會將近以音速的9倍 那音速的9倍 其實像以9馬赫來講 我們現在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防禦武器 大概3到4馬赫 你大概都還可以想辦法去攔截它 那你9馬赫不是快到 沒有辦法攔截了 那你沒有辦法攔截的這個狀態之下 對於他要打擊的這個 被打擊方來說 一定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如果他今天真的發射了 這個所謂的極音速 告石巡弋飛彈 用在海軍艦艇上面 很有可能會讓歐洲各國 減少他的反應時間 反而讓這個俄羅斯 掌握到他們所謂的制空權 261 0 10 17 18 28 16 18 87 Magnяс 18 18 18 19 18